黎巴嫩北部的神聖山谷 和雪松森林 1998年就被联合国教科问组织 列为世界自然遗产 但现在却面临 前所未见的生存危机 受气候变迁影响 山区气温 来到罕见的摄氏30度 一方面增加了野火风险 另一方面环保与教会人士 也担心雪松树干遭害虫注食 为了及时监控野火 环保团体在树干上装设感测器 希望能将潜在的灾害 降到最低 在树林里举行祈福仪式 因为沙迪加的神圣山谷 是早期基督修士 最重要的隐居地之一 区内拥有许多古老修道院 隐藏于及险峻崎岖的地形里 但现在因气候变迁 海拔位于700至1800公尺的森林开始暖化 为了避免牙虫滋生 教会往海拔更高的山区 种植20万棵的雪松树 能否成功还是未知树 牙虫以雪松的树皮为食 并留下会产生霉菌的分泌物 通常会被蜜蜂清除 但现在蜜蜂数量减少 暖化又让牙虫的活跃期越来越长 教区牧师只能祈祷 将森林以往高海拔的做法能奏效 持续守护神圣山谷与世界遗产 大海新闻 武贵真编译